巡龙千万看禅山 一重禅时一重关 关门若有千重所 定有王侯居此间 2500年前 子虚建成 2500年后老庙巡龙 所谓三年巡龙 十年点穴 孤苏城的风水好在哪里 老庙带你一一解谜 苏州风水密文 方外篇 如江苏州采运第二旺的市侠区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庙在苏州 我是老庙 上周说完了常说的风水 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会觉得老庙的说法相对片面 或者认为老庙是用既有之果 推风水之音 还是再聊一下这个问题 在老庙看来 风水从始至终 只是外因 真正的营养因子 真有那么重吗 没有 人说龙脉之家穴出天子 那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 多多少少都是打下的江山 哪怕是得天下最容易的赵匡胤 后来统一天下也是煞费苦心 万英再抢也离不开人的后天努力 就像你命特别好 身在大富大贵之家 后天不努力也难逃 富不过三代的命运 反过来说 开局一直破万 最后成就千古伟业的 也不乏其人 老庙做这些苏州风水迷闻 你当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请始终相信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三金还不来 最近苏州的气温降下来了 老庙实在是没有外拍的动力 所以风水的系列节目 每周一期会持续到过年 等明年开春 再继续说苏州的历史文化美食 这一期老庙之前 在小坡站的动态中征集 吴江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所以我们这期就了吴江 话不多说 书归正传 老庙在风水角度 给吴江的屁就是 吴江苏州财运第二旺的四峡区 从吴江区整体风水观测 吴江区域内 西侧南侧都有大小湖泊 地脉不稳 这点上跟相乘绝大多数区域相类似 但不同点在于 吴江区内的同利湖 九里湖 南兴湖 焚湖 圆道 长阳 北麻阳 以及城湖的湖泊面积更大 其实更甚 同时也更能聚才 但由于这些湖泊 并非分布于吴江主城 这期节目老庙就不多阐述了 而吴江主城 可以说是江南地区 地脉优势非常明显的区域 西纸泰湖湾 东至长台高速 北至吴松江 南至吴江大道 形成一片广大的主城区域 相对吴中区主城的十字天心 和向城区主城的扑朔米丽 吴江对于主城的改造 同样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风水击法 之前吴中区主城的节目当中 老庙就说过苏州古城的气运 从人民路一路向南 滋养吴中区 对吴江区来说 源自苏州城南的银春路 至吴江区的中山北路一线 和金航大运河同样带来充足的区域 但毕竟路途遥远 又有吴松江这样汹涌水系阻拦 到达吴江区的气运 已经是微乎其微 吴江区却反其道而行之 以大运河为蓝江铁锁 锁住了另一股庞大区域 那就是源自苏州湾的 苏州湾的风水格局 之前在吴中区的那一期节目当中 已经有所阐述 吴中太湖新城所受到的滋养 远远低于吴江太湖新城 吴江又是怎么把这个气运 引到主城区的呢 以开平南路为中线 南北分别以东太湖大道高新路 从苏州湾东太湖喷泉 一路向东引至金航大运河 形成一个长约8公里的黄金地带 从西侧太湖湾来看黄金湖岸 东太湖大酒店七都分场 形成了行软风水当中的鱼头 正在建设的绿地云景 正是点穴点在了鱼眼的位置 在苏州湾吴江太湖新城的改造当中 可能有顶级的风水大师在操盘 而以苏州湾为起点 东至金航大运河的这一黄金地带 又恰好避开了上海的采运源泉 吴松江和太湖河 同时吴江区政府恰好也在这一黄金地带之上 对于吴江区的发展大有注意 吴江区的风水大格局的关键就在主城一带 这一点关注老妙以往风水节目的朋友 可能会说这次老妙怎么没说龙脉的问题啊 吴松区一直有一条暗龙脉 起于浙江的墨干山截血于上海蛇山 但这条暗龙对吴江区的影响微乎其微 所以不在本期视频讨论的范围之内 顺来说一下 这两年吴江有过运动板块炒作挺火热 老妙就这一板块简单说说 相比于之前所说的黄金地带运动板块的气韵 则非常开忧 一则是金航大运河对吴江区的气韵关篮作用过于明显 也就是把所有的气韵都集中在运溪地区了 二则金航运河和吴松江对于太湖财运有着卸财的问题 三则同理运河从中穿越而过 运动板块的气韵财运 可以说是有运也被卸走了 虽然金航大运河在吴江区内也算是九曲回换 对于运动板块来说也是有情环抱 但毕竟金航大运河只是人工运河 水流速度远逊于之前节目当中 长江对于长熟的影响 所以老庙一直以来对运动板块都算看好 好 今天的苏州风水蜜蜗发外片出吴江区就先聊到这里 下一期各位观众朋友们想听昆山太仓张家岗 这三个地方的哪一个评论区告诉老庙 尿在苏州 尿在苏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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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